宇宙大爆炸前是什么样子的? 众所周知, 宇宙是广袤空间中存在的各种天体以及弥漫物质的总称, 是时间和空间的源头。 可是宇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? 宇宙何以成为现在的模样? 或者说在宇宙诞生之前世界万物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? 实际上, 对于宇宙的诞生和形成,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宇宙大爆炸, 也就是说宇宙是在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的。 这是美籍物理学家加莫夫于1946年正式提出的。 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, 在大约150亿年以前, 宇宙的直径只有短短的十分之一米, 可是它的温度和密度却高得让人无法想象。 后来, 物质温度和密度骤然下降, 宇宙之软以爆炸性的速度迅速膨胀, 发生爆炸, 而随着温度的不断下降, 便产生了宇宙中的各种元素。 所有星系、 恒星、行星乃至生命等, 宇宙在寝刻间诞生并不断发育成长。 根据这一理论, 我们如今看到的一切, 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一瞬间开始并逐渐形成的。 换句话说, 万事万物包括时间和空间,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大爆炸, 而大爆炸之前, 一切都浓缩在宇宙之软中。 在宇宙之软之外, 没有时间和空间, 也没有任何物质或能量。 宇宙之软就是一切, 一切也都蕴含在宇宙之软中。 所以, 宇宙是从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虚无之中,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瞬间产生的。 经历从诞生到消亡, 再诞生再消亡的过程, 而我们目前的宇宙, 也只不过是从过去到未来的无数历史中的一个宇宙而已。 不过到目前为止, 宇宙大爆炸理论还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理论学说, 宇宙起源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。 因此, 大爆炸之前的宇宙, 或者说宇宙最初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? 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